游戏通鉴第十五期的最后一部分 想必看完前面的剧情讲解 大家心中还有很多的疑问 或许对游戏内涉及的各种 现实的语言十分感兴趣 这部分我们就来着重的对这些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我们会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 梳理一下游戏剧情开始之前的事件 详细的说明每一个时代之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之后会带着这些完整的知识 回顾一下游戏本身的剧情 在这个过程之中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 也顺便解释一下 而最终的评论和感想部分也合并在其中 说到一些具体的人物或者事物时会评论两句 也就不再额外的占用篇幅了 需要说明要完整而且正确的理解本片的内容 需要你自己玩过游戏 或者看过前面的剧情讲解 对异度装甲的剧情有最基本的认识 否则的话肯定如原理无理不知所云 当然也不排除可以听个热闹 从而略亏这款作品宏大的背景 这部分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设定机 PerfectWorks 汉华版提供的年表和词典 天换的历史年表 爱好者所制作的维基百科等等 语言有很多提示来自汉华版的资料集 up自己的补充 以及各大论坛上的一些总结 当然还有一些是各种资料都没有 而up自己想出的一些可以自圆其说的说法 相信大家看完这部分以后 能够真正的理解 异度装甲所描述的世界和讲述的故事 不过咱们毕竟不是异度装甲的专门频道 虽然经典 但也只占一期 不会做得过于详实 我会尽量的精简的追求 将最主要的脉络部分 讲解清晰 其他的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参考设定集 以及维基百科 获得更加详细的解释 首先我们来按照时序 解释一下异度装甲的世界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异度的故事 发生在一个无限长的时间长河之中 一个长约15000年的区间之内 整个故事十分的漫长 如果提取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些时间点 可以将其分为六个章节 而异度装甲所讲述的 就是其中的第五个章节 我们首先从头对这六个章节 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 第一章叫做星际战争时代 它是从人类开始 太空旅行的年代开始 到埃尔德利吉号舰长 将装载着迪乌斯的飞船炸毁 并且坠落在无明星球上 结束 此时自然其他的移民星星上 依然有人类文明的存在 但并非我们故事的主角 自此我们会将视角转移到 这颗迪乌斯镜下的 这颗无明星球上 这颗星球直到游戏的最后 都没有进行命名 很多人会称之为 异度装甲星球 这里我们统一用无明星球来指代 第二章叫做原初之刻 我已游戏开始的一万年之前 此章的时间较短 主要描述无明星球上 最初的人类诞生的这一个阶段 第三章是塞波姆时代 描述最为接近我们现实世界的 繁荣昌盛的塞波姆文明 这一时代以四千年前 整个文明毁于核战争 而宣告结束 残存的人类经历了发展 终于再一次地建立起了文明 第四章为索拉里斯战争时代 距经五百年 这场有无数英雄人物 参与其中的波澜壮阔的战争 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以崩坏之日作为结束 而第五章名为福音之石 主要就是异度装甲游戏发生的年代 它开始于一位在拉罕村 无忧无虑地生活了 三年的少年的一次暴走 而结束于佐哈尔的毁灭 从此人类获得了自由意志 而第六章则没有定义 福音之石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恐怕就只存在于高桥和田中的脑海之中了 带着对整体的时间点的认识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 每一个时间点具体发生了什么 公元2001年 人类在地球上挖掘出了一个 眼睛形状的物体 根据测算 该物体的存在时间超过了150亿年 由于它周身充满了磁场 因此当时被称为MAM 也就是磁力反常物质 后来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对该物质的研究工作 而它也有了另一个名字 佐哈尔 在之后的几百年中 人类穷尽了一切的手段 都没能真正探寻出该物质的结构和真正的含义 以至于后来甚至没有组织继续对它进行保管 由于保管不善 这东西居然散意无存了 不过 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也只是一个小插曲罢了 公元2510年 人类终于发展出了太空旅行的能力 在这一年 人类准备实施历史上的第一次太空移民计划 计划用15年的时间前往新的移居的星球 同时 人类的故乡 地球 则被命名为逝去的耶路撒冷 并且在之后的年代中逐渐成为禁忌一般的存在 而在这一年 人类更改纪元 从AD 改为了TC里 也就是超越耶稣里 第一批移民飞船启航 经历了250多年 在TC294年的时候 人类到达了此次的目的地 也就是半人马座M24星云中的一颗宜居的行星 人们将其命名为新耶路撒冷 之后 迈入新纪元的人类 开始以新耶路撒冷为基地 建立政体 星团联邦 并继续扩张 随后 经历了漫长的4000多年 人类的势力 已经蔓延到了广袤的宇宙之中 到了TC4743年 在一次考古发现之中 人类发现了一世已久的MAM物质 这一物质属于当年的一个宗教团体的传队 而如今人类的科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因而再次启动了对这一神秘物质的研究工作 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视像变移理论 而所谓的视像变移 指的是通过直接改变时间轴 而与高维宇宙接触的一种技术 虽然目前还无法解释 但人类逐渐探寻出了 从MAM中通过特定的方法 获得近乎无限能量的手段 视像变移机关拥有高维属性 能够通过改变视像平面 也就是宇宙智能状态平面在时间轴中的倾斜度 从而得以在短时间内 预知物质在长时间才会发生的能量转化 进而获得无限能量 而所谓的佐哈尔这个词汇 来自犹太教卡巴拉哲学中的光明之书的名字 当然大家都清楚 人类这个物种 获得了如此的质保一般的存在会做什么 没错 发现了MAM的这部分人类开展了所谓的佐哈尔计划 而这一计划的核心 就是一个星际战略兵器系统 迪乌斯 其目的就是利用这些能量 实现君临宇宙的梦想 迪乌斯的语言是拉丁语中的神 大家熟悉的Dios X Machina 也就是所谓的机械将神中的这个神 随后人类为佐哈尔和迪乌斯 配备了最为强大的身体电脑卡德摩尼 卡德摩尼的语言是西班牙语的原初 也来自卡巴拉体系中的亚当·卡德蒙 卡德摩尼通过一个叫做Persona的中枢粒子 与佐哈尔相结合 从而得以对佐哈尔以能动者的身份进行操纵 而这一中枢粒子的来历 对人类来说同样是黑箱 Persona的语言大家很熟悉 就是拉丁语中剧场演员的面具的意思 在著名的容格心理学里 也被用作指代人格 意思是人类在不同的场合 会表现出不同的形象 如同戴上了各种不同的面具一样 现在我们理解了组成迪乌斯三大要素的来历 迪乌斯、佐哈尔和卡德摩尼 而这一系统也在TC4766年正式地完成 人类对迪乌斯进行了实际的测试 不过毕竟这种强大的力量 还不是当前的人类所能驾驭的 因而在实验之中出现了多次的失控 迪乌斯也向人类发动了攻击 好在此时的迪乌斯还并非完整的形态 留有许多后门 因而最终人类得以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后 将其停转 并且拆解封印了起来 这次的失控事件 对人类也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此时的实验场NGC6744的几颗移民星星 已经满目疮痍 为了调查清楚失控的原因 同时也转移这些幸存者 因而星团组织了全部的力量 集中到了恒星级移民舰艾尔德利吉号 对被拆解封印的迪乌斯进行转移 而同时被转移的 还有移民行星上受灾的120万人 艾尔德利吉号启程以后 在TC4768年的某日 发生了游戏片头动画之中 所展示的这一幕 迪乌斯居然解除了封印 并且吸收了佐哈尔德能量以后 控制了船上的主电脑拉吉尔 从而得以控制整个艾尔德利吉号船体 同时他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母星逝去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地球 随后阿尔德利吉的船长 命令船上所有的成员 集中到救生船中逃离 不过迪乌斯却控制舰船上的武器 将救生艇一一击落 舰长万念俱灰 最后看一下家人的照片以后 决定直接将整个舰船引爆 而这一举动则出乎了迪乌斯的预料 与此同时 第一代的接触者诞生了 这就是上年亚伯 他在纷乱之中的船上与母亲失散 而不小心走入了佐哈尔所在的 这个机甲库之中 并且恰巧与当时正在学密核实意志 并且被困在佐哈尔中的 一个神秘的高维存在进行了接触 这次的接触也导致亚伯成为了接触者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接触者和波动存在 所谓的波动存在 剧情流程里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 就是佐哈尔连接高维宇宙以后 降临在四维宇宙中的一个高维存在 这一高维存在没有任何的形体 以波动的方式存在着 而他根据宇宙规律的束缚 会产生回归高维度的一个能动性 他寻找到了偶然和自己有接触的 少年亚伯的意志 并且寄托了这一意志 作为破坏迪乌斯 从而让自己释放的手段 而作为接触者的亚伯 拥有了高维接触以后 他获得了两个能力 其一是转身 其二是继承记忆 转身会让接触者保持一种 类似于永生不灭的状态 他的遗传因子会直接通过高维存在的能力 进入魔体 而同时遗传因子的内含子部分 会将接触者一直以来的记忆保留下来 因而 其不会在转身的过程中 忘记自己的使命 不过我们也知道 接触者虽然保留了记忆 但并不一定了解这记忆对他来说 到底有何意义 也就无法觉醒 根据游戏中的描述 让记忆觉醒有两种方法 一是到距离左哈尔足够近的地方 这样通过一定的接触效应 就能将记忆激活 典型代表就是 拉康成为古拉夫的过程 而另一种就是 米安对接触者进行的实验 而这场实验也让伊多成功觉醒了记忆 与此相对的 金姆这个转世 好像就一直没能激活 他作为接触者的记忆 亚伯接触了左哈尔的同时 还用自己的意志定义了高维存在的投影 此时亚伯作为一个刚刚与母亲走散的小男孩 满脑子中所思考的 都是非常想要回到母亲身边的意志 因而他所接触到的高维存在 所寄托的部分 也被定义成了充满母性的爱雷海姆 而这部分定义则被称为对存在 简单来说 亚伯接触高维存在成为接触者 并且创造出了对存在爱雷海姆 而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接下来就知道了 回到已经自曝的爱尔德利记号 整个飞船此时被引力作用 缓缓地拉到附近的星球上 迪乌斯猝不及防 由于自己的形态上挫在封野中 还没能完全恢复 无力阻挡这一穿越大气层的灼烧和冲撞 我们前面提到过 这一超大规模的兵器具体来说分为三部分 迪乌斯作为躯干 施展物理性的力量 佐哈尔作为心脏 提供动力给整个兵器进行运转 以及卡德摩尼作为大脑 进行管理和判断 前级之中卡德摩尼作出判断 将所有的能量用来防护自己 从而获得了一次几乎完美的着陆 而迪乌斯和佐哈尔虽然核心得到了保存 但一切机能构建都几乎毁坏殆尽 也就从这一刻起 卡德摩尼开始规划 让迪乌斯复活的整个计划 并且逐步开始施展 卡德摩尼本身作为生物粒子人工智能电脑 深刻地理解 要让迪乌斯重新运转起来所需要的各种部件 而这些部件又被称为阿尼玛之器 这些阿尼玛之器都是佐哈尔的终端 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过作为身体电脑 它并没有迪乌斯这样的行动能力 同时也只有佐哈尔所提供的部分能源 因而它所创造出的计划 是参考自己的中枢部件 通过生物粒子生产的方式 造出作为终端的活动部件 而这也就是人类的起源 制造人类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为了让人类去主动回收那些散落在整个星球的迪乌斯部件 挖掘阿尼玛之器 将其重新集合起来进行重组 而其二则是人类本身通过吸取星球的资源 进行繁衍生息 其自身也是重组迪乌斯系统所不可缺少的部件 尤其是能与阿尼玛之器同调 而整个计划将持续为该星球自然年的一万年的时间 卡德木尼的生产能力有限 它只能制造出最初的人类 并计划让这人类进一步繁衍 这最初的人类就是真米安 也就是泰姆 它创造出了最初的阿尼姆斯原体 也就是第一名人类 天地该隐 在成功之后 又陆续创造出了最初的12名人类 然而我们知道 之前亚伯通过对波动存在的接触 对这一过程也形成了干涉 也而泰姆米安就战胜了分化 它分裂成了两个身体存在 一个就是米安本身 它代表卡德莫尼和迪乌斯的意志 而另一个是与佐哈尔内部波动存在 接触过的亚伯 所创造出的母体 艾雷海姆 它是接触者创造出的投影 因而又被称作对存在 米安和最初的人类 拥有仅次于卡德莫尼的知识 和思考能力 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和命运 了如指掌 也没有寿命的概念 这些都是 他们与其他人类最大的不同 也从这一刻起 这13个人开始共同背负 制造人类的使命 顺便说一下此处涉及的语言 艾雷海姆的拼写 艾雷海姆 其中的海姆即为米安的名字 道歉 如果将艾雷海姆的名字 道歉过来 就是 me and Ali 意思是米安存在于此 大家记得 这正是艾利的父亲 艾利西电脑的密码 而海姆转写为西伯来语以后 意思为生命 也就是说 米安的名字是生命的道歉 而艾雷海姆的名字 是米安存在于此的道歉 其中代表的生意 就交由大家来解读了 而亚伯和该隐的语言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亚伯是该隐的弟弟 二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 《创世纪》第四章中 有故事讲到 该隐是农民 而亚伯是牧羊人 因此 他们拿着各自的产物 献给耶和华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羊 而看不中该隐的农作物 因而该隐嫉妒亚伯 之后将他杀死 至于阿尼姆斯和阿尼玛的语言 同样来自荣格系理学 阿尼姆斯可以认为 是女性心目中 对男性的认识或者形象 而阿尼玛则是 男性对女性的认识 荣格认为 正是由于女性心目中 多个层次的阿尼姆斯的存在 才导致了女性对男性的迷恋 不知大家相不相信 精神分析理论呢 精神分析也确实 不被大众认为是一种科学 现在还是处在 经验学科的地位 不过 放在游戏中却经常可以当作绝佳的设定来借用 这点和神学哲学都非常相似 好的 我们回到游戏的背景介绍中 这里我们用一个图 来解释一下原初之可发生的事情 我们用六边形表式组成迪乌斯的三个部分 佐哈尔为心脏 迪乌斯为死之 而卡德蒙尼为大脑 波动存在通过西非洛特之路 被佐哈尔困住 亚伯在飞船被毁的同时 接触了波动存在 成为了接触者 并通过自己的意志 投射出代表母性的艾雷海姆 佐哈尔严重受损 虽然难以发挥作为MAM物质时的效率 不过 依然能为卡德摩尼和迪乌斯共能 并且给整个星球提供以太的能量 迪乌斯最惨 落下之后 被各种冲击和大气摩擦打卸八块 最主要的部分落在了原初之地 而作为阿尼玛之气的身体部件 则散落在了整个星球之上 作为大脑的卡德摩尼着陆之后 为了将整个迪乌斯三兄弟再次集合和补完 制定了这个一万年的修复计划 计划之下 卡德摩尼通过身体电脑的中枢粒子 按照当年创造了自己人类的模样 制作出了泰姆 之后为了节省材料和能量 便进入休眠状态 泰姆便是游戏开场动画我们见到的女性 而泰姆进一步执行卡德摩尼的计划 生产出该隐和十二成老 他们具有阿尼玛斯粒子 能够和迪乌斯 以及卡德摩尼分裂出的阿尼玛之气 进行融合 从而使其回归成为整个迪乌斯共同体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波动存在和亚伯接触的缘故 泰姆拥有了作为艾雷海姆的人格面具 并最终导致了泰姆的分裂 其中属于母性的Persona成为了艾雷海姆 而作为兵器的Persona则成为米安 毫无疑问 这次的分裂使卡德摩尼的计划出现了巨大的变故 这两部分人格在对待人类方面拥有截然不同的理念 其中艾雷海姆是接触者投射出的人格 具有温暖的母性 而米安作为兵器迪乌斯的长女 对人类可是毫无感情的 艾雷海姆宿命般地找到了飞船上的唯一的幸存者亚伯 并且将它保护了起来 米安作为卡德摩尼受益下的总指挥 失去了尝试的能力 不得不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 那就是在全世界的女性体内植入米安的基因 通过觉醒和转生 延续生命以及记忆 并对整个计划进行监督和指导 而该隐和长老们则只能继续生产人类 自我评估自己不太可能在福音之客 也就是一万年之后生产足够多的人类 因此他们决定生产能进行自我繁殖的人类 从而寻求指数级的人口增长 一对安尼玛之气进行挖掘的同时 作为迪乌斯的身体部件被进行降解 为了挑选最好的生物粒子 人类将存在寿命的概念 从而实现逐代的优胜劣汰 最终在福音之客来临之际 在人类布满大地的时候 使用一种特定的方法 让作为材料的人类能够回归到迪乌斯的怀抱之中 再一次简单点来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 从一开始降落到星球上的事物分成了两派 米安所代表的迪乌斯派 以及艾雷海姆所代表的波动存在派 迪乌斯派的目标是什么 利用人类寻找和挖掘阿尼玛之气 让十二长老渔气融合并且回归 并最终使用人类作为修复手段 让迪乌斯复活 然后利用埃尔德里基残骸马哈农返回浩瀚的宇宙 波动存在派的目的是什么 波动存在利用亚伯这个意志寄托了接触者的宿命 那就是摧毁佐哈尔释放高位存在回归 在此过程中 接触者和由接触者制造的波动存在的投影 对存在会不断地进行转生 并且他们会互相的爱恋和结合 在此过程中继承记忆 以谋求计划的成功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派呢 有的 那就是被泰姆和原初的人类 创造出来的云云众生 没错 在这个星球上 毕竟还是从无到有的 出现了人类这个物种 康德表达过 人是目的 不可被当作手段 换言之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 物具有相对价值 而人具有绝对价值 不但是主观目的 而且是客观目的 一个人的存在 是否应当成为满足另外人格欲望的手段 甚至成为补完材料使用的 这些人类又是否会真正的服从管理 繁衍生息 并最终被作为具有相对价值的物质 被一勺绘 这恐怕也不可一概而论 该隐和米安等人 一直引导人类尊重自己这些原初的安妮姆斯 否则的话 可想而知 这些人类会极其难以管理 尽管米安和原初人类 拥有一定的超越人类的力量 但也并不是无敌的存在 因而对于自己制造出的人类 必须创造出强大的管束机制 该隐等人的办法是 创立类似于宗教的机制 让人类将自己的创造者 也就是该隐和十二长老 作为神 崇拜起来 这种信仰的约束 一开始是如此的强大 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没人能够撼度 同时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他们还在人类的体内留下了后门 也就是该提亚之药 只要未来确定人类已经进化完成 就可以使用该提亚之药将全人类都变成死灵 也就是迪乌斯的部件 并且开动迪乌斯对其进行吸收 至于该提亚之药发动的原理 则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迪乌斯好像在大气之中散布了一些粒子 引发了所有人的基因变异导致 也有人认为 是佐哈尔的以太力量所诱发的 不过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 一旦开动 迪乌斯将仅有这一次机会对生体粒子进行吸收 因而不到最终人类进化完毕的时候 或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该隐和法院是不会贸然发动这一终极杀招的 不过亚伯和艾雷海姆 其实也是深刻知晓这些人来离合目的的 同时他们也并不认为人类应当成为手段 人类存在的本身就应当具有自身的意义 同时也是因为亚伯和艾雷海姆 作为波动存在派 和迪乌斯派拥有从根本上不同的利益 在长大了的亚伯以及艾雷海姆的启发之下 人类逐渐开始受到一些 他们带来的启蒙思想的引导 而盖颖等人本来没想过 要寻艾雷海姆和亚伯的麻烦 他们用极为杰出的智慧分析之后认为 接触者很可能是自己的敌人 因而决定先尝试能不能将他们除掉 盖颖和长老指挥人类寻找到了 正在逃亡的亚伯和艾雷海姆 并且对他们发到了攻击 而艾雷海姆则替亚伯抵挡了这一次致命的伤害 也第一次体现出了作为母性人格 所拥有的伟大的牺牲警示 随后亚伯也在逃亡之中 死去了第一代的接触者和对存在 就此消亡 在杀掉了艾雷海姆和亚伯之后 盖颖突然觉醒了一个新的认知 他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第一个亲手杀人的人 这也和语言中的盖颖如出一辙 而这也成了最后盖颖选择 导向人类阵营的一个重大的契机 亚伯和艾雷海姆虽然死了 但如前所说 波动存在接触过的接触者 是不会真正死去的 他要么通过遗传因子进行遗传 要么转世投胎 总之会不断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中 而只要接触者出现 对存在也会出现 由于二者自原初之刻起的命运纠葛 他们会自然地进入男性和女性的爱恋状态 并一代又一代地 将这个缠绵不绝的故事继续地写下去 而每一个故事的最终结局 好像宿命一般的 都是艾雷海姆为了保护接触者 而牺牲了自己 这也是母性的宿命 每次随着接触者对存在的消亡 历史之轮也都会继续地转动 而我们的故事也会继续讲述下去 好的 一万年前的原初之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晰了 不过还有几个小问题 不妨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星团联邦 或者说创造了迪乌斯的这批人类 没有前来寻找艾尔德利纪号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时间尺度 虽然星球的一万个自然年看起来很长 但在茫茫宇宙中也不过就是一瞬而已 星团或许还在搜索的过程中 不过这个猜测有点站不住脚 之前星际战争年代 星团肯定发展出了 类似于空间折月的技术 而另一个猜测 则是迪乌斯带领埃尔德利纪 前往母星的过程中 控制了一切联系外界的手段 经历跳跃导致 无法获得准确的位置信息 搜寻的工作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星团也有可能一开始的移民政策 可能就是一旦失控 就放弃迪乌斯 任其自生自灭 这些移民也不过是上层的一个陪葬品吧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米安和艾雷海姆 没有获得天地同等的长生的能力 而是必须通过转世才能延长生命 这里我觉得是由于艾雷海姆的影响造成的结果 泰姆只来得及用周术粒子 制造出13个原体阿尼姆斯 而之后由于体内不稳定的因素导致了分裂 从而使身体不再纯净 无法进一步长生 如同13人所生产的人类一样 米安和艾雷海姆的记忆都写在内涵子之中 转生以后 米安的内涵子无需激活 而艾雷海姆作为对存在 由于诞生机制的原因 必须倚仗接触者的觉醒才能觉醒 而第三个问题则是 为什么设定了一个一万年的实现呢 这里有很多材责 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 迪乌斯身体粒子的衰老期限 如果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仍然没得到合适的人类进行身体补充和代谢 就会自然地死亡 因而卡德摩尼将期限设置成了一万年 无论如何 希望我已经把原初之客说得足够明白 对异度装甲的世界设定来说 最复杂最特殊的 其实就是原初之客 只要把这道理清 可以说就已经把整个异度装甲的核心主轴抓住了 剩下的都是从中生长出来的情节和概念 理解起来将会势如破竹 时间继续推进 期间经历了大约6000年的时光 这一切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米安不停地转生并且觉醒记忆 从而对人类进行引导 并随时监控阿尼玛之气的情况 以及人类的进化情况 从而决定是否发动该提亚之药 终于人类到达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文明阶段 而米安也觉醒在了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身上 与此同时 接触者的转世吉姆出生 而对存在艾雷海姆也出生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 对存在的名字其实是不会改变的 一直都是艾雷海姆 而原因则是个未解之谜 接触者和对存在的相貌 当然都不会改变 这是由遗传因子所决定的 此时的人类社会 类似于我们玩家所在的 现代社会的一个近未来 人类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 凭借自己的力量 以及当然还有天地等人的引导 点出了极其辉煌的科技术 甚至能大批量的生产机甲 同时由于能感知到许多科技的来源 其实是神力 因而整个塞波姆同时也被神学所知道 形成了一种极为诡异的 科技极端发达 而神学也极端发达的意识形态 本来人们通过科技创造出的 良好的生存环境 可能会带来一波人口的大爆发 从而得以满足迪乌斯 对人类布满大地的一个要求 然而意象不到的是 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副作用 此时人类的基因 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损伤 不仅仅寿命受损 甚至可能出现受精卵无法分化的情况 很可能会因此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 我们的接触者金姆 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 作为一名天才的科学家 他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之中 独立发现了一种通过分子机械 对遗传基因进行再构筑的方法 不过金姆的这一发现 被学会认为是对神的亵渎 也并没有予以支持 随后金姆虽然离开了学术界 进入了联邦的医药局 成为了一名医生 而也正是在这里他在和此工作的艾雷海姆相遇 并且相恋 结婚 然而人类之间不断地互相伤害 让金姆时常感到绝望 尤其是听到自己的妻子 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以后 这位科学家发誓 要找到完美的生命 因而决定重启 他当年在学术界被打为禁忌的研究 终于他成功了 他利用自己和艾莉的基因 纯粹使用机械而非细胞分裂 制造出了基因层面完美的人类 他将这个孩子命名为艾雷拉达 我们把视角转向此时的米安 米安作为人类的引导者 在与元老院商议以后认为 目前的人类基本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可能需要再次重启当初的计划 从零开始 米安的计划是通过渗透此时 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塞摩摩的高层 之后通过自己的能力 傀儡国家的政府首脑 并让政府军听从自己的指挥 而主角们在灯塔中 能够找到大量当时政府军的影像资料 其中很明显的 我们能看到米安在总统的身后 他就是这整个赛部某文明时代 权力最大的疑人 金姆利用纳米机械造出人造人的事 只爆不住火 这件事很快就被米安的情报网获知了 他经过判断认为 纳米科技对迪乌斯的复活 应该还是有利的 而他的产物艾美拉达 更是一个绝佳的实验物 在消灭掉现在的族群之前 他希望能得到这个人造人 而得失了政府军动向的金姆 别无选择 只能暂时寻求反政府武装拉比尼的庇护 然而最终的结果 大家都看到 政府军还是在米安的引领之下 找到了藏匿的金姆 在最后一刻 金姆的妻子艾雷海姆牺牲了自己 为金姆争取了时间 让他得以将整个实验室被封印起来 让自己和艾美拉达永远被封锁在一起 而金姆本人也在对人类社会的万念俱灰之下死去了 米安得到艾美拉达为国 之后他继续了自己的清除计划 开始引导全人类之间的互相仇恨 并最终引发了全人类参与其中的核战争 导致90%以上的人类灭绝 而由于烟尘和辐射的影响 以九九等人为代表的亚人族 也正式地从这个地球上出现 随后 长老们也开始重启计划 而现在 距离福音之刻 已经不足4000年 这个时代比较重要的语言 有两个我们略微一提 金姆的语言其实是MIT的教授金·埃里克·德雷克斯勒 也是纳米技术的倡导者之一 高桥做异度装甲所在的年代 纳米科技的概念非常火热 当然大家熟悉的另一位老伙计 也经常用到纳米技术 塞波姆的语言则是圣经中提到的 磨牙瓶园中的五成之一 最后与索多玛与俄摩拉一起被毁 因而也是取其作为一个被毁灭城市的意义 塞波姆的部分我们也说完了 其实总体上这部分对后面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纳米科技上 由此我们知道卡雷鲁连 也是不世出的天才 他从塞波姆的各种断章之中 就还原出了纳米科技 并准备为己所用 米亚引导的这一波人类的毁灭 也是情理之中 如果任由人类用这样残缺的基因发展下去 也会是相同的解决 对复活迪欧斯的计划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如果注定要失败 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 失败得快一点 If you fail, fail faster 无论如何一个时代 就此覆灭于荒烟漫草之中 我们历史的车轮仍要继续转断 大概3000年以后 故事进入了第四个篇章 也是对异度装甲本篇影响最大的篇章 崩坏之日篇 在这一篇章中 人类又一次发展了3000多年 这3000多年的发展 也让世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再次觉醒的米亚通过调查发现 这次人类的发展确实不错 一直朝着自己预设的方向前进 尤其是有了之前的几次教训以后 更是要注重保护和引导现在的人类 不会出现之前的问题 这里我们插入介绍一下机甲 我们知道 阿尼玛之气是迪乌斯和卡德莫尼上奋力出的终端 而这些终端可以与无机物融合成为机甲 有优良阿尼姆斯体质的人 可以与之产生同调 将其激活成为神之机甲 并进行控制和驾驶 人类目前的科技 也足以制造各种战舰和普通的机甲 同时古代的塞波姆文明以及之前的埃尔德利记号上 也有大量不同年代的机甲可以挖掘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星球上的战争 仿佛机甲大乱斗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时代的机甲可以挖掘 下面还是让我们按照时序 来整理一下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 3000年后的大地 同样的分成了数个国家 而这个时代有三件大事 决定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第一件大事是尼姆罗德帝国境内的先知阿德里勒 开创了尼桑教 大地上出现了其他的信仰 这也是原初人类最不想看到的 尼桑正教 他的教义应该是来源于迪乌斯·佐哈尔本身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神性 而每一个人又是不完整的 大圣堂里的两个单一天使相 意味着人类只有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神 也体现出了他源自迪乌斯的本质 之后由于这一宗教的发展 尼姆罗德帝国甚至指定了尼桑正教为国教 并且逐渐成为尼桑教皇国 虽然教会的主要教义还是来自迪乌斯的 总体上与长老们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然而米安清楚 这种宗教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的话 肯定会对自己产生威胁 而第二件大事 就是由于一系列压力的出现 米安决定创立索拉里斯帝国 国家名义上以天地该引为首 准备正式从幕后走向前台 建造空中都市艾翠兰克 并通过一些手段对星球施加更加显性的神力 追求对下界的直接监督和管理 何况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组织 阿尼玛之气的挖掘和通调工作 然而此时的概念 却根据长久的观察和思考 产生了要将人类解放的想法 因而其想法与长老和米安产生了一些矛盾 而第三件大事就是舍巴特建国 这是由一群修建通天巴别塔的人类所创造的国家 这批人类利用自己这3000年来发展出的技术 配合从埃尔德里记号挖掘和发现的科技 融合成了自己独特的科技系统 并从此在巴别塔的顶端生活下去 随后我们熟悉的500年前的这一波英雄 也纷纷地出生长大 接触者也再一次地出现 这次他化身成为拉康 而对存在艾雷海姆也随之出现 这部分我们在之前的剧情讲解部分 有很详细的讲述 包括拉康和爱丽 也就是尼桑的圣母索菲亚之间的爱情 索拉利斯走上台前之后开启了所谓的索兰特系统 准备逐步地分化接收地上的人类 而这时的地上人很快就发现了索拉利斯的阴谋 因而他们寻求另一部分具有强大的科技 并尽此拥有神力的群体 也就是舍巴特的帮助 他们想让舍巴特帮助自己 从被索拉利斯奴役和分化的命运中摆脱出来 这也是人类逐渐从自己的命运之中解脱的一个征兆 他们不再愿意由神将自己随意处置 而是选择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 对抗索拉利斯 而已经归顺索拉利斯的人类 以及索拉利斯制造的天之车和天使们 则形成了另一个势力 两方燃起战火 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 尼桑作为拥有强大教义和虔诚信仰的国家 同时加之索菲亚上母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 正不断地吸引着地上小国的敬仰 而使得本来依附于舍巴特的地上同盟势力 开始偏向尼桑 这让舍巴特人产生了警觉 议会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 就由舍入简单了 人类的黑暗面开始逐渐的战略 索拉利斯内部同样的也出现了分裂 法院认为目前要做的是尽快的结束战争 该也认为应当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 逐渐偏向地上人的立场 而米安则是坚定的迪乌斯坦 他不会允许任何动摇回归根基的思想 同时坚决地反对停战 由于意见不合 因此法院众人也开始寻求与敌方的和解 双方都在自己的联盟内部产生了分歧 而评估之后 双方都认为当下最大的矛盾早已不是敌我矛盾 而是人民内部矛盾 因而舍巴特和嘎吉尔法院达成了一项黑暗的交易 舍巴特将联盟中的尼桑拱手让出 而换来法院将米安交给舍巴特进规 而契约中还包含了 舍巴特和索拉利斯各自统治地上一半领土 这样瓜分实际的黑暗交易 双方一拍即合 之后便开始实施计划 后来发生的事情 大家在剧情讲解中都知道了 圣母索菲亚牺牲了自己拯救了众生 他当时搭乘的旗舰是从埃尔德利基的遗迹之中 挖掘出的圣剑一号 而他撞下的目标则是第一代的天之车 也就是迪乌斯的基盘系统 同时牺牲了还有罗尼法蒂玛的弟弟雷尼 由于失望于舍巴特的不作为 尤其对没能享宴祈祷的神所失望 索菲亚的僧兵队长卡雷鲁莲 发誓要自己创造神 从此失踪 而接触者拉康则悔恨自己没有力量保护索菲亚 他在史巴特的牢狱之中和米安见面 并听从了他的建议前去与佐哈尔进行接触 变身成了古拉夫 古拉夫这个形态是接触者力量爆发到极致的体现 他启动了埃尔德利基上的兵器迪阿波罗军团 开始展开自己无差别的报复行动 他直接摧毁了整个世界上96%的人口 并且对史巴特和索拉利斯同时发动了进攻 米安子借此机会逃走 而索拉利斯的盖杰尔法院众人则从此失去了肉体 天底盖也则逃活了一劫 他的肉体得到了保存 最后地上的铜吊者们驾驶神职机甲 终于抵挡住了古拉夫率领军团的进攻 并让古拉夫的机甲停止了运转 从而为人类保留了火种 杰法党人也和三贤者一同利用 舌巴特高超的科技 复兴了这一巴别塔顶端的都市 随后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他们将整个的城市升上了天空 失去了再度发展壮大的根基 但从此也和地上世界远隔天涯 并且能有效地防止索拉利斯的进攻 罗尼法蒂玛则致力于团结地上剩余的人 建立了阿维王国 逐渐发展文明和力量 以求自保和抵抗外敌 弟弟雷尼和圣母索菲亚虽然都已经牺牲 而雷尼和曾经辅佐索菲亚的西格林德 生下的女儿则成了尼桑唯一合理的继承人 这个国家也在世袭的制度之下 一直流传了下去 由于这两个国家同为法蒂玛的血统 因而今后世代友好 共同保管着法蒂玛的秘宝 也就是曾经与罗尼同调的神之机甲 并由两国领导者所掌管的法蒂玛的碧玉所封印 而古拉夫虽然力量遭到了打击和封印 但他依然在暗处谋划着自己的计划 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到来 那么崩坏之日的剧情也基本将结完毕了 这部分留下的疑点也很多 不过很多都可以在游戏本身的剧情中 得到自圆其说 这里也就不过多展开了 按照惯例说一下语言吧 拉康的来历是活跃在20世纪 法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 雅克·拉康 史巴特的名字来自犹太教理的十一名 维基认为古拉夫是来自德语 以为计算或者伯爵 地亚波罗军团大家都很熟悉了 索拉利斯则源自Sola 也就是太亚 卡雷鲁连的词远非常有意思 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就是 阿斯·克拉克于1953年出版的 著名的科幻作品 《童年的终结》里 均临地球的外星人总督 超主的名字 卡列伦 虽然这部小说对科幻名来说 可以说已经说辣了 但不排除还有很多没看过的朋友 以下涉及对童年的终结的剧透 想看这部作品的朋友 可以根据提示条过 3 2 1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 人类社会有一天 突然被强大的外星人所监督 而与大部分外星人入侵的强断不同 这部作品中的外星人居然是善意的 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人类 消除人类的战争 并监督人类社会的发展 其原因在于这些外星人的文明科技 虽然发达 但在文明发展的巨大鸿图上来看的话 超主们已经走入了木野 陷入了进化的死胡同 虽然伟大而高贵 但却已经停滞 没有能够发展的潜力 但人类却因为有思想的力量 拥有极为光明的未来 超主们为人类开创了一个崇尚科学的世界 将人类思想的力量充分挖掘了出来 超主们自己作为超智的仆人 希望人类也能进化成为超智的心态 而最终 他们也在一个令人悲伤的结局之下 完成了目标 而这也标志着人类童年时代的一去不返 只要玩过游戏的朋友 应该都能看出卡雷鲁莲和卡列伦之间的共性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游戏和其中一些元素的对应 例如波动存在和overmind的一些联系 这里我们秉承不聊意义学的原则 也就不再继续展开了 大家有自己的答案即可 好的 崩坏之日 我们也已经讲完了 下面很快就要进入我们最终的篇章 也就是福音之客了 这个篇章就是异度装甲本篇的故事 现在大家已经有了整个一万年历史的概念 并且也了解了所谓福音之客代表迪乌斯复活的含义 不如让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快速地将剧情过一遍 同时我们会继续解释其中的一些细节 涉及到一些语言的时候 我们也会顺便进行想略不同的补充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了 起初的开展动画 描述了一万年前的原初之客的场景 这里有几个细节我们可以提一下 这艘战舰上的紧急事态中提到了 Omega 1 其实就是被封印的迪乌斯 而Alpha 1根据猜测就是卡德姆尼 一开始的这句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来自启示录 同样也形容了波动存在本身 这里提到的拉杰尔其实就是 埃尔德利吉号的中央电脑 它虽然与迪乌斯并不相连 但迪乌斯通过生长和扩散 卡德姆尼控制了拉杰尔 同时还控制了自动导航系统福士德 从而也就是控制了整个飞船的动向 而它空间跳跃的目标是逝去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地球 另外这里有人觉得舰长的女儿有点像艾利 尤其是发色方面 米尔也有舰长就是亚伯的老爷的说法 埃尔德利吉坠落到无名星球上以后 泰姆也就是米尔和艾雷海姆的原体出现了 而天上不停坠落的这些物体 就是大量的机甲阿尼玛之器甚至战舰 他们将在地下沉睡 静静地等待着后世的挖掘 随后来到描述伊格纳斯战争的部分 这里提到的基斯莱夫 阿维格布拉和教会的事情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拉罕村这里飞首次登场 我们也知道他就是最后一代接触者的转世 飞的全名是黄飞红 语言想必不用我多说 把飞送过来的人我们也知道是谁 其实就是黄康自己 他虽然被古拉夫附身 但古拉夫还不能完全地控制他 此时伊多的人格好不容易被他压制住了 因此他要将飞送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 让他作为一个最正常的孩子 平静地生活下去 迪莫西和阿绿鲁这两个酱油角色 想必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毕竟后来事发突然 刚刚对主角表达了爱慕之心的阿绿鲁之死 恐怕也成了许多玩家心中永远的痛 这在村后山上的子坛 也就是索拉利斯的休家天使 真实身份是天帝派来监视接触者的 根据之前上万年的经验 索拉利斯方面知道 接触者的存活和转生无法阻止 因而主要是引导接触者不要觉醒记忆 同时也不要与索拉利斯作对 不过天帝还有另一层想法 他认为接触者是神意 是能引导人类摆脱 作为迪乌斯材料命运的人 因而他也希望能派遣子坛过来 对他施加保护 随后拉罕村发生的这个浩劫 看似是个意外 实际上我们知道是古拉夫的计策 三年的时间 足以让神通广大的古拉夫 找到飞的下落 他用自己乘坐的威尔特尔原型机 制造出了新威尔特尔之后 放在了基斯莱夫 引诱了葛布拉前来偷盗 之后又故意在拉罕村将其击落 实际上就是把机甲送给了飞 他同时还射杀了飞的好友 引诱伊多的出现 而事情也确实如他所料 这里一直出现的吊坠 我们后面知道 属于飞的母亲卡莲 后来飞在黑月森林见到了艾莉 二人其实从这一刻开始 就有一见钟情的倾向 这跟深植在他们内心深处 作为接触者和对存在的思念 和相恋的情感有关 同时也与二人的遭遇相似 产生的一些互相怜悯有关 而伊多其实一直都有关于艾莉的记忆 伊多本人也深爱着艾莉 证据就是这里飞有一瞬间 似乎觉醒了一部分伊多的记忆 喊出了艾莉的名字 这部分的记忆就是伊多故意暴露给她的 目的其实也是保护艾莉 随后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动画 沙漠中前行的人类 其实就是原初的十二人 我在这数了一下 刚好十二个 飞是飞船上的幸存者 而这些原初人类 只是认飞自生自灭 而唯有艾莉海姆 用极为温暖的母性安慰着飞 其实也只有第一代艾莉海姆 是飞的母亲 其他转世 二人都会成为恋人 这恐怕也是高桥 对弗洛伊的理论中 俄迪普斯情节的一种解读吧 之后展示了艾莉的 战役昂扬计实验 根据卡雷鲁连所说 战役昂扬计 指战失控力量中 很小的一部分原因 作为对存在和泰姆转世 才是艾莉真正的力量之源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艾莉的仕途受到了影响 他本来也是有机会 加入元素部队的 然而这之后 他只能以格布拉 普通军官的身份行动了 后来二人来到了沙漠小镇 夜间遇到了古拉夫 这里台词中古拉夫也表明了 自己之前把戒甲送过来 并不是一场意外 半年前他的计划被阻拦 没能真正毁灭一切 如今他卷土重来 而且带上了自己得意的小弟 暗杀着伊多 不过伊多被黄康封印了 在阿维监狱的梦境里 站在黄康身边的二人 是古拉夫和伊多 二人似乎是在争夺伊多 古拉夫想进入拉康真正的后世 也就是伊多体内 但黄康则拼死地保护自己的孩子 之后的事情我们也清楚 虽然黄康拥有超绝的武器 不过最终古拉夫 还是占据了黄康本人的肉体 而伊多则被黄康 以最后的力量封印了起来 并创造出了非这个外层人格 随后黄康挣扎着接管了身体 将非送往拉罕村 随后便交替地 作为古拉夫和智者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之后子坛的回忆也容易解释 天地与子坛解释 繁衍人类最初的意义 解释福音之节的意义 而所谓最初落下的命运 恐怕就是指着一万年的期限 之后遇到巴尔特和世界书号 巴尔特是神之机甲的同调者 而世界书号的来源 则是埃尔德利吉号 或者是后世舍巴特阿维等地方制的作品 二人落入中乳洞遇到的 这位巴尔塔詹尔爷爷 是舍巴特的三贤者之一 也是玛利亚的僧祖 他此时正厌倦了 官场中的各种黑暗 隐居在地下的中乳洞中 专心研究自己心爱的机甲 他遇到威尔特尔以后大吃了一惊 因为威尔特尔这部机甲的来源 是神之机甲 珍·维尔特尔 由古拉夫驾驶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阿尼玛之气 而他利用这部机甲 摧毁了索拉利斯和原初的阿尼姆斯 因而珍·维尔特尔又被称为世神者 所以巴尔塔扎尔才将其称为 世神者的宿主机 在他这里 我们还第一次听说了 人类历史只有一万年 以及关于乐园的传说 出口这里的机甲 卡拉米迪 其实就是巴尔塔扎尔制造的机甲 或许他只是想测试一下二人的实力 最后非爆发时释放的招式 就是机神黑掌 而我们也知道 此时就是伊多在短暂的控制机甲 之后回到世界术号上 听到了关于夏康的政变 以及法蒂玛的秘宝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是罗尼·法蒂玛 将自己当年驾驶通调的神之机甲 埋藏到了阿维某地的深处 只有王室成员 才能凭借法蒂玛的利誉开启 后来众人前去营救马路 中途第一次见到拉姆萨斯和米安 现任的米安以格布拉维切入点 利用了拉姆萨斯、夏康等人 以谋求自己的计划 而米安之所以来到阿维 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阿尼玛之气 也就是法蒂玛的秘宝 作为迪乌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必须确保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随后众人见到了马路 马路同样是法蒂玛的王室成员 不过是雷尼这一支 前面我们说到 雷尼的女儿协助尼桑政教和教皇国恢复 国家同样为世袭 利待与阿维修好 因为血缘的关系 同样掌握着法蒂玛的碧玉 之后菲等人通过五道大会 接近了主城 五道大会中遇到了丹和智者 智者正是黄康戴着面具的模样 他今后也多次引导了菲 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救出马路以后遇到拉姆萨斯 这里他很明显的认识菲的招式 仇人见面分完眼红 这分明就是他一直以来愤恨的一朵 没记错的话 这里其实就是唯一一场 和拉姆萨斯的个人战了 感觉他的2D动画做得还不错 第一次玩的时候 还以为可能以后能收成队友 这形象只用了一次 也是挺奢侈的 之后众人在艾莉的协助之下逃走 随后跟马路来到了尼桑的圣堂 这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偏移天使 它不只象征着每一个人是不完整 每一个人拥有神性 同时也象征着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融合 在索菲亚的屋子 非感受到了拉康 也就是之前一次转世的记忆 这些记忆也都是一朵故意透露出来 为了逐渐解除封印的 离开尼桑 大家听紫坛和希格讲述了索拉利斯的事情 我们结合之前的知识 会理解得更为深刻 索拉利斯因为500年前的失败 发现直接管辖人类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因而开始用更加的间接 或者说更加狡猾的方式 管理这些他们称作羔羊的人类 包括葛布拉这样平衡地上势力的军事组织 以及后面我们了解到的教会 这样的思维控制组织等等 随后开始王都的夺回计划 众人虽然分兵十分成功 但其实我们知道 整个游戏中我们都没能在算计方面 胜过夏糠这老狐狸 他每次都能先下手为强 王独夺取战失败以后 借由紫坛制造的特殊的弹跳机械 才得以逃脱 而非这边虽然大获全胜 但后面的事我们都清楚 因为古拉夫的降临 伊多的觉醒 不但毁灭了敌人 还把自家的世界数号断成了两界 非不行人事以后 被基斯莱夫招呼 基斯莱夫这个国家 跟阿维一样 同样是崩坏之日以后建立起来的 目前的领导者希格蒙德 也是一个有惊天为地的能力的人 他以一己之力排除了教会的影响 让基斯莱夫政教分离 并且积极地接近古拉夫等人 寻求像威尔特尔这样先进的机甲 以对抗格布拉和阿维 以谋求自己在伊格纳斯大陆上的一定的地位 这次他抓获了飞以后 终于找回了之前丢失的威尔特尔 不过在神秘女性鲁克文的影响下 他将飞安排到了地区 并且让他参加格斗大赛 以给鲁克文提供数据 而目的是希望古拉夫等人 能够继续为自己提供更多的科技 以及援助 同时我们知道 他还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就是希格蒙德其实是亚人利科的父亲 一直以来他都并不清楚 利科就是自己的孩子 而这也是因为教会为了报复他 而将安妮和利科藏匿起来的一个阴谋 希格蒙德甚至下达了 大量排挤亚人的政令 这让利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 不过这条线游戏并没有深入的描写 甚至这位希格蒙德 从利科刺杀事件以后 好像就没什么出场的机会了 吉斯莱夫的流程中 进入到了本作的第一个疲倦点 很多朋友或许都是在这里弃坑的 确实设计的节奏和高潮点都非常不足 地下水道这个迷宫也非常乏味 当然后面史巴特我们得知 在地下水道发生的暗杀事件 其实都是伊多所干的 这里稀究起来其实也并没有冤枉费 至于伊多为什么要杀掉利科的部下 猜测应该是 菲虽然将复仇的心理埋藏起来 但伊多可不会那么容易善罢半休 他这种宁我负人修人负我的性格 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这里 鼠仁哈马这个角色的设计 还是很有水平的 他在这里的表现 只是一个我们的小跟班 不时的售卖一些机甲用品 然而他的心中 依然留存着不甘为人后的 一些想法和欲望 而这些欲望都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底 不知许多也像他一样 只能做个小角色 拥拥落落一生的世人 面对卡雷鲁连力量的诱惑时 又有几个能抵挡的 法院下达了对吉斯莱夫的肃清之力 那么为什么呢 其主要原因是 为了消灭古拉夫和菲这一派人 同时 因为吉斯莱夫已经清除了教会的势力 对自己来说也没有利用的价值 一直以来 让格伯拉帮助阿维 其实也有想打破 伊格纳斯均衡的意思 因而 格伯拉出动海车特号 准备执行对吉斯莱夫的肃清 艾利等人也在海车特号上 随后就发生了 这个总统府厕杀事件 这里立刻能进入房间的原因就很明显了 就是因为他就是西哥蒙德的血脉 主角们劫法场的时候 遇到了格伯拉的肃清 最后到底是谁救下了艾利呢 也十分清楚 正是古拉夫 他此时无论是黄康形态 还是古拉夫形态 其实都有救下艾利的理由 黄康肯定不希望 对存在这一刻就消亡 而古拉夫则是一直对艾利有怜悯之情 后来在军事基地的战机上的战斗中 我们注意到 他死活都不会对艾利出手 从这里也或许能窥见拉康残留的意志 或者说拉康尚未泯灭的人线 后来大家遇到了能入水的世界书20号 战机被巴尔特导弹击中 飞和艾利流落到了海上平台 这里的法院处交代了卡雷鲁林和塞波姆文明 同时还展现了该隐和法院间的矛盾 该隐相信神意的存在 但法院不以为然 后来二人被塔姆兹救起 这里也是亚人聚居的地方 亚人就是四千年前核战争之后的产物 世界书号遭到了海啸的袭击 塔姆兹前去营救 也促成了飞艾利·巴尔特子坦等人的冲锋 艾利被俘虏之后 作为特罗伊木马被放了回来 多时也引发了一定的危机 随后拉姆萨斯感到 这次他重伤了飞 也促成了主角们要前去教会的想法 塔姆兹上结识了比利和杰西等人 随后来到教会治疗飞的伤势 对于教会这个组织 游戏中的介绍也足够详细了 它就是索拉里斯下设的一个傀儡组织 用来从意识形态层面监视和控制 一个纳斯以及阿克维的人类 而且协助索拉里斯进行索兰特的研究 诺人完成了斯通清理死灵的任务以后 回到教会会发现 车里已经被索拉里斯清洗了 大家发现了教会的真相 详情可以参考游戏剧情部分 众人确保了塔姆兹安全以后 赶往塞波姆遗迹的发掘现场 发掘现场会见到艾美拉达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纳米人造人 卡列鲁连利用艾利打开了 尘封实验室的机关 这机关金姆也只告诉了艾利 其他人都完全奈何不了 这正是4000年前双胞胎姐妹米安 放弃通过政府军抢夺艾美拉达的原因 而4000年以后却终于被敌人得逞 斯通和元素部队抢先一步 带走了艾美拉达 最后非以伊多的身份醒来 与主角团打战 最后被智者阻拦 最后只剩一个地方可能有线索 那就是舍巴特了 杰法党人500年前将舍巴特升入了天空 并且从卡雷鲁连那里获得了长生之术 一直以半隐居的状态生活在此 在这里会见到17号玛利亚 了解到大量500年前崩坏之日的消息 愈发清晰地看得出索拉里斯的阴谋 现在的索拉里斯早已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 建立了一个无比完善的统治体系 通过大数据 脑控 异种交配 基因科技 傀儡等方式 统治着地上的羔羊 这里遇到了多米尼亚破坏障壁 讲述尼博拉博士和索兰特系统的故事 并且与尼博拉寄宿的机甲18号大战 详细同样可以参考剧情讲解部分 随后阿维发生战争 我们回去就能解开法蒂玛秘宝的神秘面纱了 并且最终推翻夏抗的邪恶统治 这部分有趣的就是 发现希格蒙德居然是法蒂玛的王族 随后众人发现了碧玉要塞 这要塞也是由神之机甲所驱动的 随后夏抗被神之机甲击退 众人进一步追击到杖壁 干掉夏抗 而巴尔特也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王位 之后巴尔特准备在全国推行共和制 自上而下废除君主制的改革 即便是历史上其实也是不多见的 无欲无求的君主也会受限于 首都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而身不由己 或许只有巴尔特这样的团队 靠着一腔热忱的理想所形成的组织 才能真正实现吧 话说回来 梅森是老管家 希格是私生子 其他人都是自己的心腹 主要外援飞和紫坛又都是无依无求之 也成就了巴尔特作为王者能攻城身退 赢得一世英明的结局 随后众人通过巴别塔的镜子反射 毕与要塞主炮摧毁第二道杖壁 潜入马尾沼海摧毁第三座杖壁 让索拉里斯显行 摧毁第三座杖壁的时候 顺便回收了卡雷鲁连派来的艾美拉达 他研究过艾美拉达的纳米机械组织以后 就想要用它来验证飞和埃里 是否正是自己猜测的金姆和埃里的转世 也就是接触者和对存在 这次的数据由卷帘负责回收 而结果也证明了卡雷鲁连猜想的正确性 随后入侵索拉里斯的行动就变得顺利成章了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索拉里斯内部这段流程的 通过对话和场景表现了很多天上居民的 各个阶层的各种生存状态 有非常浓的科幻味 被追杀的二人来到了埃里的家 寻找索兰特系统的位置 随后飞又被赶出去遇到紫坛 埃里也逃出来与二人一同前往索兰特 这里介绍一下索兰特系统的原型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致敬 它致敬了电影Soylent Grain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防止剧透 也可以按提示跳转一下 如果不在乎的话就继续了 3 2 1 这是一部1973年的美国电影 大陆一般翻译为超世纪叠商案 剧情讲述了2022年的曼哈顿 居民以人造实物为实 而警员索恩调查一起命案的时候 意外发现政府制造人造实物的时候 采用的原料是原肉 这也是为了消除人口过剩 等等问题所采用的手段 著名的台词 Soylent Grain is People 也广为流传 由此再来看 索兰特系统将人类化为死灵的实验 也是寻找阿尼姆斯的一部分 而死灵重新投入生产成为食物这件事 倒是有点令人费解 或许是这些食物进入人体之后 能进一步的进化也说不定 继续推荐剧情会进入紫坛的真相片 这里紫坛貌似将飞引入陷阱 囚禁了起来 而实际上则是遵循了天地的指引 将飞保护起来 同时他在这里还做出了 将伊多引出来的实验 因为这里是法院施加的封印 伊多在束缚之中不会乱来 这些法院中人们的言论 我们现在应当都已经理解了 不过卡雷鲁连还说了几句有意思的话 比如 乌罗布洛斯环中的乌罗布洛斯 指的是咸尾蛇符号 传说中是一种自我吞噬状态的宇宙始祖生物 在很多文化中被用作重要的符号 整个星球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运转的状态 另外 在潜意识中梦到本环的凯库勒 以及将咸尾蛇状态看作婴儿混沌状态代表的荣格学派等等 也都为这一符号增填了各自的意义 在游戏中 这一状态被认为是泰姆基因的内含子的特征 也是卡雷鲁连所惊呼的原因 随后众人逃出索拉利斯 此他向大家介绍了刻印 这也是从崩坏之日学乖的索拉利斯所发明的东西 他们制造人时 开始在人脑施加一道特殊的刻印 这会让人们天然地对索拉利斯和天地等人 产生恐惧和敬畏的心理 而主角等人的刻印则在此处被紫坛解除 逃出时的鼠人哈玛和卡雷鲁连一起杀害了艾利的父母 而飞则觉醒了伊多的人格 利用强大的力量将整个天空都市结束的摧毁 飞被艾利唤醒以后 因为体内不稳定的人格伊多的存在 准备接受舍巴特的碳化冷冻处理 终位主角则将它救出 飞和艾利逃出的过程中 遇到拉姆萨斯被击毁 第四个一结束 好的 总体上说 第四个一虽然涉及了不少游戏中深层的设定 但发展节奏还算比较扎实 不会让玩家产生跳跃的感觉 相比之下 Discard的节奏简直就像起飞了一样 大量的情节和概念扑面而来 下面我们还是简单过一下剧情 这位托拉老师 其实也是史巴特三贤者之一 全名托拉·梅尔基奥 他是卡雷鲁莲娜老师 也是首位尝试还原塞布某文明 遗迹纳米科技的人 古拉夫将二人救下以后 托付给了托拉老师 古拉夫为什么要救起二人呢 也许是因为二人互相搀扶的场景 让自己回忆起了与索菲亚共度的时光 被纳米机械修好的除了二人的身体 还有威尔特尔 甚至利用系统伊多 又有能打败拉姆萨斯的实力 散布纳米机械修复刻意的计划 因为卡雷鲁莲的阴谋而失败了 而埃里也在索兰特系统 逐渐觉醒了 作为索菲亚的一些记忆和人格 这其实也是每一代对存在 作为母性人格的宿命所决定的 随后进入了回收神职机甲的过程 战胜机元素号和哈马之后发生了剧情 卡雷鲁莲指使了拉姆萨斯将天地杀害 从这时我们才逐渐发现 原来卡雷鲁莲和天地 以及法院等人的道路都完全不同 这里我们稍微地解释一下 卡雷鲁莲的计划 索菲亚死的时候 她就已经从内心深处相信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神 她通过游走世界 机缘巧合地阅读了拉吉尔的智慧之术 了解到了波动存在 因而她计划利用太姆的面具 Persona与自己融合 通过对存在的力量唤醒波动存在 并开启人类回归高维度的西非罗特之路 由于她的计划跟嘎吉尔还是有同合之处的 所以一开始会处于合作的状态 随后盖提亚之药发动 仍然有刻意的人类变成了死灵的形态 马哈农 也就是埃尔德里级的残骸 也从深海之中生了起来 盖提亚之药同样是卡雷鲁莲方舟计划的一环 因为它必须利用被激活的迪乌斯 才能接近波动存在 不过无论如何 这都触及了主角等人的底线 飞和埃里互相表白共度一晚 随后出发前往马哈农 并且在拉吉尔之术这里 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卡雷鲁莲则必须得到埃里 因而与此时目标相似的古拉夫一同来到埃尔德里级 将主角团尽数俘获 并以此胁迫埃里出场 成为自己方舟计划的一员 埃里被俘获以后 卡雷鲁莲开始利用纳米机械修复天之车 筹备最终的计划 所有的阿尼姆斯和阿尼玛都已经就位 迪乌斯也即将得以复原 不过卡雷鲁莲最终却将 法院所有成员的数据禁数地删除了 终于以一己之力 将原初的13名人类禁数地消灭了 这里有个小问题就是 米安到底站在哪一院呢 其实米安在500年前的崩坏之日 并已经接受了原初人类已经不可利用的现实 从当时 他就决定从下界寻找阿尼姆斯 而非利用原初的人类 所以米安和卡雷鲁莲目前仍然处在同一个战车之上 卡雷鲁莲的计划需要迪乌斯的觉醒 而二人的分歧 仅仅在之后如何对待这些地上人生 米安觉得这些地上人应该被技术地毁灭 而卡雷鲁莲实际上深深地爱着人类 他认为人类应该将以引导和进化 进而回归神之怀抱 不过也如同超主一样 他或许也并不在乎那些无法接受回归的人类 二人此时处于同一战线 当下卡雷鲁莲要做的是其中方舟计划 集结所有阿尼姆斯和阿尼玛之气 融合米安和艾雷海姆成为泰姆的完全体面具 同时利用纳米机械让自己和泰姆融合 并引导人类成为与神同等的存在 同时众人在天之车上再次战胜了拉姆萨斯 了解到了拉美西斯计划 这里的卡雷也就是米安 故意利用自己怀上接触者 并且准备将人造天地原型抛弃这件事 激怒拉美西斯 从而唤醒他体内憎恨和嫉妒的力量 为之后击杀天地铺平道路 随后米安乘坐神志计甲大战众人 实则是在拖时间 而卡雷鲁莲则背后 做着迪乌斯复活的最后准备 拉姆萨斯杀掉了米安 而卡雷鲁莲引导着米安 在艾雷海姆的身上觉醒 成为完整的面具 因而阿尼姆斯 阿尼玛 泰姆 三个条件都已经具备 迪乌斯的复活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艾雷海姆复活成为米安之后 交代了所有的前因后果 咱们之前也都全都提到过了 这里只有卡雷鲁莲提到了 关于真正米安的事 其实指的就是米安虽然一直都在 但需要和艾雷海姆进行融合 才是完整的面具 随后飞跳进了深渊 天之车启动 众人找到飞之后 因为惧怕疑多 萨巴特还是将飞碳化冷冻了起来 杰法也向子坛讲述了 500年前崩坏之日 出卖索菲亚的阴谋 这部分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 就不再重复了 随后的情节就是飞在潜意识中 回忆了崩坏之日的剧情 并最终完成了和伊多的合体 实际上这里高桥算是借用了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人格结构论 本我 自我和超我 伊多 也就是Ed这个名字 很明显地指出了 伊多就是本我 诺夫就是自我 而飞则代表超我 小时候的飞能够将精神结构中的 思想独立成人格 这件事也是米安所始料未及的 飞的回忆中 提下了拉康 卡雷鲁雷和罗尼等人对未来道路不同的选择方式 而更重要的回忆 则是关于伊多和诺夫各自隐藏的记忆 伊多展示了残酷的过去 化身米安的母亲让接触者觉醒 成为了伊多 而诺夫则展示了温馨的真相 母亲最终还是摆脱了米安的命运 并守护了飞的生命 而这也让飞的人格最终合体 随后则展示了伊多记忆中 接触者的各代前世的记忆 以及追溯到最初亚伯接触波动存在的记忆 这也是每一位接触者觉醒记忆以后 第一时间能够回忆起的事实 接触者的目标和卡雷鲁雷并不相同 但都与波动存在有关 接触者的命运是作为波动存在的解放者 引导波动存在返回西斐洛特之路 而卡雷鲁雷的目标则是作为波动存在的追随者 引导人类通往西斐洛特之路 他们在最终是否要以神的姿态 去引导人类这件事上产生了分歧 随后威尔托尔变成了异毒装甲 注意异毒装甲不是神职机甲 它是由古拉夫制造 巴尔塔扎尔修复 并最终因为接触了波动存在而进化的机体 它是由波动存在的能量功能 因此在最后佐哈尔停转之后 还能飞到空中前去解救艾莉 最后来到与古拉夫最后的战斗 其实古拉夫算是已经发泄过一次自己的怒火了 如意已经过了500年 他心中的憎恨早已损耗了搭蛋 尤其再次见到艾莉和飞之间的感情以后 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阳光之下的画室之中 对这样的人类 他果然还是心存了最后一次信念 在飞利用异毒装甲将他打败以后 他决定与迪乌斯融合 从而推迟迪乌斯修复的进程 从而为飞等人的反抗争取时间 果然拉康这个心思敏感的男孩 即便已经对整个世界绝望 但直到最后还是展示了自己温柔的一面 之后来到圣剑号上商讨禁军天之称 彻底摧毁迪乌斯 圣剑二号同样是埃尔德里基留下的远古战舰 与索菲亚当初撞向天之车的圣剑号属于同一型号 不过这次负责抢袭的不是圣剑号本身 而是世界术四之号 以及巴尔特和子汉提出的 利用天之车自己障蔽冷却的时间进行突破的方案 突破天之车障蔽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经常在索拉里斯和佐哈尔相关地方出现的符号 其实关注各种AC制作品的朋友 对这个符号应该都不陌生了 这就是犹太教中的卡巴拉生命树 借鉴这一神秘学渊源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 整个树中的支柱 置点和路径的具体含义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如果大家对这些古典的神秘学感兴趣 咱们不妨以后另开一个坑 单独地说 这里只说跟游戏有关联的地方 就是游戏中波动存在来到地球上的所谓西菲罗特之路 也就是四维宇宙和高维空间的连接之路 其语言就是卡巴拉生命树中原置之间的通路 西菲罗特其实就是Sephiroth 也是FF7中某位大名鼎鼎角色的名字 这里也不用我多说了 而它本来的含义 其实也就是卡巴拉学说中 代表这些质点的附属形式 游戏的最后 卡雷鲁莲也正是沿着西菲罗特之路 返回了神志领域 迪乌斯变形以后产生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是天之车掉下来了 迪乌斯和星球融合在一起 第二是舍巴特被击落了 在血缘之上是人类最后的庇护所 最后就是一系列的支线 以及最终的迷宫 最终的BOSS战等等 非常的漫长 最终BOSS战之后 米安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 但卡雷鲁莲的计划还在进行中 他要将迪乌斯作为载体 释放波动存在的维度变换的力量 从而实现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进化 不过迪乌斯中和卡雷鲁莲联融合的泰姆 却在不断地将迪乌斯转移向外太空 以避免维度变换的冲击波 对人类造成影响 两个矛盾的个体正在冲突之际 非驾驶着异度装甲赶到 终于用实力和力量 让卡雷鲁莲开始相信 人类或许并非进化 长河之中那个不完全的个体 而是本应拥有自由意志的目准 最终 卡雷鲁莲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他自己觉得无颜面对人类 同时也有着对神之爱的向往和追求 最终选择了和波动存在一起 通过西斐罗特之路回归神的领域 而最终他还帮助飞和艾莉 从西斐罗特之路上回归了自己所在的星球 和人类的社会 飞驾驶异度装甲 带着艾莉回到了伙伴们的身边 而从神的束缚之中解脱的人类 也将继续在这颗星球之上 用自己的意志 繁衍生息下去 至此 福音之节的剧情也讲述完毕 异度装甲整个故事的全貌就是这样的 或者说至少在异度装甲的游戏中涉及到的 前五个章节的完整故事 就已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期的总市场有八个小时 其实我一开始做之前 也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长的 不过如今总算是做完了 UP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以准备做一下其他的游戏了 当然到时肯定会控制一下响略了 不会每期都这样 如果每期都这样 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年登节目 对于异度装甲 我相信在讲述了整个剧情 理清了游戏中大部分的谜团之后 多少能传递出这款游戏 最精华的一部分内容 最后一部分虽然如之前所说 并没有展开讲解 说的也比较简单 不过相信大家也都能从中了解到 高桥和田中夫妻 两位最初的那个世界设定的脉络 或许也对理解异度传说 或者异度知人等作品 有多少游戏帮助 之后的六部异度作品 游戏通鉴短时间内 应该是不会设计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亲自上手体验 过段时间异度知人 初代的复刻板已即将发售 这款游戏可以说是 近十年来JRPG 头把交椅的有力争夺者 JRPG爱好者 同时又没玩过原作的话 买就对了 本来想说很多结语 不过这期做了太久 许多想法在制作的过程中 也改变了不少 关于什么人类不玩 手段目的论 神仙之类的讨论也并不成熟 还是就此保留吧 大家也都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不妨自由地在评论区 或者弹幕之中表达出来 上只游戏想要传达的一些 神学哲学心理学思想 下至有没有最喜欢的角色 或者最喜欢的情节等等 话题都非常欢迎讨论 再次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视频的素材录制 文案录音 视频剪辑 后续字幕压制上传等等 都是UP一个人 在业余的时间完成的 由于UP的工作越来越忙 业余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此确实很难保证更新的预期 不过即便做得很慢 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希望能认真地讲述和纪念 更多的游戏 更多的经典的佳作 以后我们的频道 也许会出现游戏通鉴以外的形式 去讲述和记录游戏 或者也会尝试更多 RPG AVG类型之外的作品 等等 好的 本期到这里 就真的 真的全部结束了 我是Lona Mouse 下期游戏通鉴 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期游戏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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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the heart pushed away by the darkest water the world is peaceful and still the world is peaceful and still the old echo fades away but just you and I can find the answer and then we can ru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can ru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can ru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can run to the end we can run to the end we can run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can run to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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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